我们这篇讲的是 告诫箱里面要讲什么 你知道告诫箱是什么 就是天主教的宗教里面 它就有一个 这个叫confession box 真的就是翻译成告诫箱是过得去的 confession就是去告诫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围到周围一问一起读 好confession 所以它的动词是confess 但又告白的意思就是 自白这样子 所以就是犯罪的自白也是可以的 这个嫌疑犯终于承认坦诚罪行 confess就ok的这样 所以在这个告诫箱里面 我们其实今天要讲的是粉色故事 所以要是你对这个粉色故事没有兴趣 现在可以关掉了 所以他们进去以后第一句就都是 亲爱的神父我有罪 这样子 所以你是要跟神父告诫 所以告诫箱另外一边做的 就是神父 第一句一定是forgive me father 就是father就是神父这样子 那下一句是什么呢 下一句就是对不起我犯罪 so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所以这个故事 他写的手法就是每一句都是 用这个当作开头 所以对不起啊天父 不是天父啊 对不起啊神父我犯罪了 然后再继续讲下去 又一次对不起啊神父我犯罪了 又继续讲下去 所以我们就来看他每一行每一行说什么 我觉得很不错的是 结论这里面还蛮多有趣的字可以学一下 so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所以这个father还要大写 就是神父这样 那下一句说的是 I have lustful thoughts for a married man 所以lust这个字就是欲望 ok所以lustful就是充满欲望的 那这个married man就是结了婚的男人 所以像我结了婚 我又是I am married ok I am married 这不是I am marriage marriage就是结婚的名词 你是婚姻这回事啊 这不对嘛 你是结了婚的 I am married 所以这个他不是marry in不是ing的 他是被动的 因为你是被那一个神之人缘结了婚的 我现在宣布你们跟我念诗词 对不对 念完诗词之后 有没有人现场反对 现场没有反对 那我现在宣布你们成为了夫妻了 你现在可以亲吻亲娘了 所以我就是在结婚你们两个 要是你可以把结婚当成动词的话 我结婚你们 听懂我意思 所以我是主动的 我是这个神之人缘 我是这个officiate这场婚礼的人 而你们是被我结婚的 所以你的状况是结了婚的 你就是被结婚的 被我结婚的 我这样的中文听起来是 应该是可以理解 虽然说是听起来是很不像中文的东西 所以married是一个被动的心动词 So ok So I have lust for thoughts for a married man 所以他肖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 好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I crave his wondrous mind Salivate over his sexy body 所以好 我这个 crave这个字就有 也是渴就渴望 你刚刚说 lust不是也是吗 那crave这个字 lust这个字比较一定有性方面 crave不见得 像例如说 我有时候还 我记得我分享过 有一阵子我非常爱吃麦当劳的大树 而且他有时候很见 10点后大树买一送一 所以我吃了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现 就是晚上10点后 怎么突然间饿起来 就好想吃薯条 所以这个过了10点 I begin to crave my craving kicks in 这样子 所以craving这个字就是对一个 食物或之类的一个欲望 这样渴望 所以这里用的 crave没问题 I crave他的 wondrous mind 所以他这个人的这个脑袋很好 这样子 他的mind很棒 而且我还会对他的性感身体流口水 所以口水这个字 他的名词叫做saliva 这个事实上算是托弗亚斯字 因为有时候讲到生物学相关的题目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字 动物的口水或什么的saliva 但是他的动词叫做salivate OK 所以他的重音不太一样 自己要小心 saliva salivate 重音不同 saliva是 当重音 这样子 好 那他跟另外一个字有点 长得还蛮像的 这个字叫做salvation 他的意思叫做救恩 听过一个慈善团体叫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所以salvation 或者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之类的 宗教里面的一个词 长得很像流口水 这两个字 蛮像的 插了一个i在里面 介绍一下下 所以i crave his wondrous mind salivate over his sexy body 所以salivate是流口水的动词 OK 那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实验 叫做那个 有一个科学家摇铃铛 然后给狗吃肉 每天摇铃铛给他吃肉 摇铃铛给他吃肉 久了以后 那个狗就被制约了 摇铃铛开始流口水 对吧 所以这个实验 就会出现流口水 这个字就是salivate OK 所以 那个狗被制约 制约这个词 顺便说一下 叫做conditioned conditioned OK so the dog is conditioned to salivate upon hearing the ringing of the bell 所以他只要一听到 这个摇铃 bell 就是那个铃铛的 摇出来的声音 the ringing of the bell 一听到 upon hearing it the dog begins to salivate 他就开始流口水 OK 好 所以 我们不是在讲瑟瑟东西而已 我们讲了正经的英文 下一句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I want to sit within the confines of his marvelous mind 讲的非常的文艺 所以他想要 坐在他的这个 他的mind的里面 那他的mind是很marvelous marvelous就很棒了 你知道marvel还可以 当成是这个 漫画对不对 marvel comics 我们讲的那个 钢铁人那些 全部是marvel出来的 所以总之marvel就很棒 marvelous形容词 sit within the confines 所以这个 within the confines of something 这算是一个片语 OK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范围内 OK 所以confine这个字 就可以当成一个动词 就是把什么东西给限制在什么范围内 把什么东西限制在什么范围内 你说哈 我还是有点不是很懂 我没有没有例句可以说说看 当然可以 假设今天我是你爸爸 然后你想要出国留学 那我是很愿意给钱的 那我就跟你说 那你可能跟我讲 爸爸我要想去留学 可是我知道很贵 那我就挑一些比较不贵的地方 例如说我就菲律宾留学好了 我就印尼的大学留学好了 那可能相对来说那些大学比较便宜 可是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把你的选项 限制在这些东南亚的学校里 你要是今天能够去欧洲 美国的学校 我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you don't need to confine your choices to South East Asia to colleges in South East Asia 所以你不用把你的选项 confine在东南亚的学校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confine就是把什么东西 限制在什么范围里 这样子 OK 所以x confines y to z 它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 就x把y confine在z这个范围中 再说一次 x就是主词 把y这个东西 confine在z这个范围里 so you don't need to confine your college selection or your college choice to certain schools 你不需要把你的大学选项 confine在某些学校里 这样大家听懂了 那这边的confine 是他把它当成名词 他想要坐在他的 marvelous mind的confine里面 大家听得懂 OK 那confine一般如果的名词 大概会是confinement 就是了 但是他自己本身当名词 也是OK的 像那种 within the confines of something 是可以的 但confine这个字 名词也可以是 没问题 confinement 例如说 我们有时候讲 在军队犯了错 或监牢里犯了错 被管紧闭 就是不跟人家混在一起 关 我们就会说 那个叫 solitary confinement 也是没问题的 OK solitary就是 独自的 confinement 这个片语 也是固定会出现 这一个 collocation就是 solitary confinement 好下一句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I want to ravish his ravenous body 差点念错字 所以 所以他这句说 我想要来好好的 这个 陶醉在 ravish 在他的这一个 ravenous body 所以ravenous这个字 有点酷 他来自raven这个字 raven这个字 就有像掠夺或之类的 还有一种乌鸦 就比较大只一点的那一种 也叫做raven 如果你记得 冰与火之歌的话 权力游戏 他们传递讯息的 就是用那一种 很大只的乌鸦 很黑的 漆黑到发亮的 那一种鸟 就叫raven 就不是crow 一般来说crow也是 乌鸦 可是那种比较大只一点的 灰鸦还是叫什么 我不太确定 那个生物名字 他叫做raven 那好像也有一个 是不是美式足球队 也叫ravens 因为他也有掠夺者的意思 OK raven 那 他的形容词ravenous 就常常被拿来描述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贪婪 贪得无厌的人 不过这个词 不见得是 负面的字 因为ravenous 常常下一个字 我至少遇到的会是reader这个字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 非常爱阅读的人 好像一个礼拜跑图书馆三次 然后抱一大堆书回来读 读的速度神快 you're a ravenous reader 你看这个词 其实可以拿来描述这么美好的事情 读书读的非常的 食量很大的一种概念 ravenous 所以这边用的是 他将要ravish 他的ravenous body 大概OK Forgive me father for I have sinned I need to repent for my sin 所以这也是基督教里面常讲的 我要为我的罪而来忏悔 所以repent 就是忏悔 so you repent for something 所以他要for他的 sin 再来 But father please forgive me 快要结束了 因为他前面这句话有变了 I need to continue with my hungry lusty sin 对不起啊 这个神父你得原谅我 我需要继续我的这个 很饥饿的对他来说 就渴望这个人的这个罪 for today is this married man's birthday 因为今天是这个结了婚的男人的生日 其实我这里 我这里有点看不成懂 或许 同学如果你懂 你可以来做解释 今天是男的生日 所以我就要这样的渴望他 为什么啊 我自己有点奴顿 我甚至有这个想法 我说不定我以为 这个人是他的老公 所以今天这个老公生日 那他这么的渴望他 然后把自己 好好的打扮一下 现身给他 说不定这也是一种 庆祝的方式 可是这不是罪啊 如果你是跟自己老公 怎么会是罪呢 这是上帝允许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还是在 笑想别人的老公 那为什么他生日 他就可以笑想他 这个是我没有很想得懂的地方 但大概不是重点 我们至少介绍完了一些单字就是了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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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